我们曾经介绍说,什么叫做一个loop 就是说,你在电路里面,你随便找一个点 然后这样走,走,走,走一圈 走一圈,然后你同一个点,你不走,不经过两次以上 比如说,比如像这样子,像这边有个loopone ok,我这样从这边出发,我走,走一圈,走走走走,走回来 比如说这个点,我只经过它一次,这个点,我只经过它一次 这样就是每个点,我只经过一次 你也可以走比较大圈,比如说我从这边开始走 走走走,然后再走,走下来,走一圈,这样也是一圈 那你发现说我中间经过了这个点 再走下来,我经过这个点,所以再回到这边来 我也是,每一个点我只走,只经过一次 我没有这个点,我重复走过两次 match指的是一个最小的loop 这个loop不能够再包含其他loop,是match的定义 那所以说,比如说像这样子,这是一个回路 那它里面还有包含其他回路吗? 这个,比如说loop1 它没有包含其他回路,ok 所以说它是一个match 那个,比如说我们在塞那种 塞东西的时候,那个 一个洞,那个叫做一个match 所以说你就想,这边就好像这个是塞子 然后这边是代表塞子里面的一个洞 这是代表另外一个洞,这也是代表另外一个洞 ok 为什么?因为这里面没有包含其他路 这也没有包含其他路 所以它们都是match 那像右边这边 假设说我今天一样就是 你看这个蓝色它是一个路 绕这样,绕外面一圈 它是一个路 它里面是有包含这个 这个,这个 是因为这边也有回路,这边也有回路 上面也有回路 所以说这个蓝色里面它包含了好几个回路 那它就不是一个match 那或是这个紫色 这个紫色这样走,往上走 走到这边来,再往下走 再往左边走,再往下面走回来 那对于紫色这个回路呢 它包含了这一块 loop2,上面loop1 它也不是 它也不是一个match 红色这个回路 因为它包含了loop2跟loop3 所以它也不是 所以说,左边像这样子的 这三个回路都是match 那右边这三个回路都不是match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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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